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没有实际在动画或者漫画出现过 图片原子网络 今天说的这台重有的模型 是1996年单大推出的SD元祖系列第26弹 这个时代的SD基本都是1比1的头身笔 可动方面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但会设计一些有趣的弹射口或者变形机构 增加可爱性 比起我们现在普遍的造型或者施展模型 这 各时期的SD更接近玩具的范畴 下面就进入我们的简评板 以下所有拼装照片 由崇娘的小伙伴提供 一 首先是惯例合照 由于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 我们拿到这个模型的时候 盒子已经不忍迟迟了 而机体名称的中文翻译 也很有当时香港的风格 作为一款SD 板件数量本身比较有限 所以盒子大小也就看看 现在的SD里面 除了几个逆天货 也不见得实际容量大多少 但这个时期的盒子设计 还是有不少亮点 比如打开盒子时的彩蛋 开盒之后 板件数量也很SD 当然 现在的SD也没好多少 二 然后就是拼装环节 由于板件很少 整个拼装过程还是非常轻松的 虽然当时的流到大的惊人 还好胶质较软 直接潜下来之后 一刀流 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主要还是懒 头部天线由于是软胶 年代久了之后有点变形 软胶有点歪 而且当时的贴纸裁边也有问题 可以看到额头的检测器贴纸形状 是个歪了的梯形 还好天线挡住了 胸口的散热口 由于是软胶 不小心指甲戳了一下 左边胸口一刀疤痕 三 完成之后就这样 还没来的精修打磨和勾线 看得出来身体比例很有旧时代 SD模型的范儿 典型两头身比例 背后的飞翼浮游炮也没有分件 但老B花了心思 做了另一个挺有趣的玩意 对于SD系列 要求可动确实有点强 人所难 我们就当看看 那个时代的SD可动 究竟有多差 头部转向超过20度 就会顶起插 双手部上下摆动幅度前后 转动萌了照相 转动超过30度 就会顶住肩甲 让肩甲零件分开脚掌 别说腿 我不承认它有腿 不能前后移动 只能左右 抓动背包 是最有意思的地方 背包上有个插口 将一个飞翼浮游炮的零件插入 然后按下隔壁的光速军刀 剑柄 飞翼浮游炮就弹射了出去 头部这个零件是模型原创零件 在设定中并没有这个头炮武器 穿上HWS 需要把头部 背包双脚拆下来 虽然简单 但胸甲的设计 还是挺巧妙的HWS胸甲的裙甲处 有一个卡住原本小牛裙甲的口子挂上去之后 非常牢靠穿完衣服 就是个200斤的小胖杂 今天的简评就这样了 第一次做模玩评测 如有不好的多多包含 未来魔魂即将在每周二周四提供模玩内容 将寒阔新品介绍 老物挖掘的 也会邀请更多大神来参与制作内容 希望各位粉丝多多支持 我们会越办越好 阿姆罗 只不过是一块破石头而已 看我用高达把他推走 小编 就这小短手 你推个屁